第一法 应该双座 家父座 或者是半家父座也可以 然后第二法 你两手做灯影 做灯影的时候 应该右手在上面 左手在下面 然后两个母子接住 放在旗下 第三个整个鸡嘴 正直 不能弯弯曲曲 应该也 并不能往后仰 然后第四个 这个经部 稍微往前伏 也不能往后 也不能左右度外 应该稍微往前伏 然后第五个 尖笔后仗 或者是素仗 第六个 就是我们双目即时必见 第七个 就是舌头 地上伤害 你要入座的时候 先在你的舒适的坐点上 做一个披露气法 然后心完全地放下来 稍微就是做一会儿 就是右手的坐金刚拳 这个右手呢 就是压着这个大腿的 动着的那种动力 然后压着那个大腿的梗 左手的话呢 就是什么三国金刚树一 就是压着这个坐笔以后 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右鼻孔当中呢 就是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呢 我们这个心里面呢 就是观想 就是从无始以来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尤其是成心为主 这个所造的一切罪业的话呢 就是以那个白色的 这种气体的形象呢 就是往外排出 出这个三次气 这样呢就是拍这个三次气 双速度这个坐金刚拳压着大腿的格 从两鼻孔当中啊 同时呢 出这个三次气 出三次气的时候 心里面也是观想啊 就是自他一切众生 从无始以来 以这个吃性为主 而所造的一些罪业呢 以黑色气体的方式来 就是往外排出 就是这样呢 就是排这个三次气 就开始念的 还有这个延齐舟啊 以诸佛菩萨的这个 这个三经长的这种愿呢 就是融入你的这个心啊 获得这种降测 啊啊哦哦哦哦 啊啊哦哦哦阿 日罗里一一五 喊 骨抗架 羹 Dog 季 tan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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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马亭音乐 他本来已经不存在 他的国法没有存在 就像是世女儿子一样 没有存在的话 那么有什么样的因 对他来讲是有必要呢 没有必要的 他的本体本来都是 像空中的鲜花一样 不能形成的 如果不能形成的话 那么我们化种子也好 化缘也好 很多人们的星座有没有用处呢 绝对没有任何的用处 所以真正去观察的时候 如果是有法 已经生完了 你没有必要任何因来产生它 如果是没有的国法 没有的这种国法 因为刚才所讲的一样 国法的本体现在都是已经成了 无始法 这样的无始法 通过什么样的因来制造出来呢 绝对不可能制造出来的 因此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一切法真正在他的实体当中 有也不会产生的 无也不会产生的 因此以前我们学习过的四百论 四百论里面也说了 有不生有法 又不生无法 然后无不生有法 无不生无法 有的东西不可能产生有法的 也不可能产生无法的 然后没有的东西不可能产生有法 也不可能产生无法 通过四个遍来就进行分析 进行分析的时候 我想我们很多人 这样的观察风法不是很难的 我的东西能不能产生呢 很多人觉得的确是 如果真的本体是没有的话 怎么会产生啊 就是如果定无心因为何所生 我们《中论》当中说的吧 如果它的果本体是不存在的话 那么所谓的因 到底产生什么啊 就是我们世间当中 有一个成语叫做圆木求鱼 你圆着木头上 会不会获得鱼啊 不可能的 鱼就是所在的地方 水里面的 同样的道理 在法的本性上 本来它的果 一点一滴也是不存在的 然后我们通过怎么样的方法 让它形成也没有的 所以这样的观察方法 自己把果作为对境 然后它的本体是有者产生 还是无者产生的 有者不用生 无者不可生 通过这种方式来观察的时候 世间当中的万事万物 虽然众生在密乱分别念面前 说是显而无自行的 上岁月般的一种产生 但实际上真的去观察的话 一点一地 就是丝毫的这种产生 也是没有的 这种没有 也并不是说是因为 我们观察的时候没有 本来有 不是这样的 诸佛出世也好 诸佛没有出世也好 一切诸法的法儿 如是而安住 trustworthy官方喜欢的理论 就是明朗大联系在uts Since uk 有已经定乱了虽然说明朗大联系 这里 MUR又来看看 cold December 你遇到一个 替胸ة 会不会 sapp清楚 咱俐喚 葱 在战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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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就是说不能变成有始法 刚才我们说有者也不生 无者也不生 那有者无者不生的话 我们很多人可能这样想的 比如说本来这个地方是没有 但是通过各种因缘具足以后 可以产生的 这个是无当中产生有的 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 但是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怎么不对呢 他说虽然世间当中有这样的说法 但是这个未经观察 实际上迷乱显现面前成立的一种显现学而已 真正经过观察的时候 没有的东西绝对不可能产生的 那么怎么不能产生呢 因为没有的东西既然你多少个成千上百 或者说即使产有万个因缘 各种各样的因缘具有足的话 但是本来是不成立的 没有的这种东西 绝对不可能变成有的 虽空当中的显化 自古以来 历史上没有产生过 没有产生的话 有多少的因 现在科学家也好 或者有多少个农民 想办法在虽空当中制造一个花园的话 那就绝对不可能的 是一种妄想 绝对不能成功的事情 所以本来是没有的东西 有多少个因缘具足呢 也是不可能变成的 为什么不能变成呢 我们通过两方面来可以观察 原来没有的东西就是无事法 我们称为叫做无事法 这无事法变成有事法是不可能的 怎么不可能呢 你原来无事法的阶段 放弃变成有事法 还是不放弃变成有事法 通过两方面来进行观察 然后如果我们说 无事法的阶段没有放弃 也就是无事的时候 无事法他自己的阶段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的同时 怎么会变成有事法呢 就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无事法不能起功用的事情 然后有事法起功用的事情 既然他把无事法的阶段 不能起功用的这种本体没有舍弃的话 那么同时也变成有事法 能起作用的本体 这样的两者是护决相位的 在护决相位的这样的本体 在同一个本质上面存在 这是老小化的 绝对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没放弃 产生不可能的无事法的阶段 然后无事法的本体 阶段放弃而变成 这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他阶段已经放弃的话 那么后来的有事法怎么会形成啊 因为他放的时候 有事法的本体还没有成立 而他的这种本体 通过什么样的因缘 就是具足以后才能变成有事法 绝对不可能的 因为生育的儿子 他也本来不存在的 不存在的话 他的阶段虽然已经放弃 但是他的阶段放弃的过程当中 他要变成有一个真实的本体 这是也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十二门论》当中 现有者不生 现无也不生 然后有无也不生 谁当有无者 谁当有生者 有怎么样的教证 现有也不可能产生 现无也不可能产生 有无二者是不是在本体当中产生 这也是不可能的 所以任何一个法 真的是他充当有无而产生的 有没有呢 就绝对没有的 也不可能去世语 也不可能去世语 感谢您除了 有人之间有什么病气 但是请您吴有了 这就是 QA住民室安全的 病气 我只是说 来吧 请不吴爱 您是个人 那么多种人 希望 给你们 忧生的事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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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刚才我们观察 无时的这种法不可能变成有时的问题再进行分析 无时若无有何时方成有欲有未生时时有未利物 旁若未利物则无生有时 就是再次的观察观察本来不存在的无时法不可能变成有时 怎么不能变成有时呢 刚才我们前面也做了一个观察 但是这个观察方法更细微地去觉着 觉着的时候就是说无时若无有 也就是说你的无时法如果没有的话 也就是说你原来的无时如果没有的话 那什么时候变成有时法 因为无时法的这种本体已经没有放弃 没有放弃的话它不可能变成有时法 就不可能变成有时法就像是女儿子的话 他的本体没有舍弃的话怎么会变成有时法 如果你说舍弃第二个方案就是舍弃的话 欲有未生时时有未利物那么这个有时法还没有产生的 刚才无时法的阶段一定放弃了 但是有时法的这个本体还没有产生 如果有时法的本体没有产生的话 原来无时法的本体还没有离开 倘若未利物如果说无时法的本体还没有离开的话 则无顺时有这怎么会产生存在呢 存在这个时有的法呢 所以通过我们观察 无时法的阶段就是放弃而变成有时法 也不可能的 如果无时法的阶段没有放弃而变成有时法 更不可能的 真正一律观察的时候我们存在的这种果 不可能在有时法当中产生的也不可能在无时法当中产生的 因此我们人们经常说是原来没有现在有 只不过是一种加力而已 而真正的像外道所承认的那样 因上面是常有的果存在这种说法也是不合理的 然后因是常有的 常有的因当中产生常有的这种说法也不合理的 而什么是合理呢 就是我们说以前这个果 这个因上面是有妙亚 但是这种妙亚并不是自行常义的存在 那么它们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 无则不生的关系 你不能说上面是存在这个果 如果存在的话要经得起观察 真正是观察的过程当中你要找他 找不到他 那么不存在的话 那么清客的宗族当中 只能产生清客为什么不产生梅子呢 原因就是它有相续的这种因缘 这种相续也是加力的 所以我们通过这样的详细观察 真正的产生也是没有的 中论当中观察这个生的时候 生非生亿生 业非未生生 生世也不生 通过三方面来观察 所谓的产生 一生者不可能产生的 未生者也不可能产生的 因为一生者已经生完了的缘故 未生者还没有发生的缘故 不可能产生 那是不是正在生世呢 所谓的正在生世只不过是一个差而已 这根本没有郎上所谓的关系 不可能发生的 因为我们开始到达了 所以我们开始到达了 再来详细宣诺 再来详细室 再来详细宣诺 在我最后的详细宣诺 在写真上 这边就有的详细宣诺 再来详细宣诺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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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下一个就是说破二变灭 就是有业不成我应成二性骨 那么刚才是我们观察的过程当中 原来是没有的东西不可能变成有 然后下面就是说有些人可能这样想的 原来是存在的东西那么最后是不是变成没有 就是这种想法也是错误的 有的东西不可能变成没有的 它这里当然主要是说我们尸体的这种本体 并不是说我们名言当中虚假的东西如梦如幻般的 那么这里说有业不可能变成物 为什么呢如果是有变成物的话 那么它变成两种本体了 就是两种本体 为什么两种本体呢 原来不是有的这个本体啊 比如说一个瓶子 它的本体是这个室有的东西 然后它要变成没有的话 在这个毁灭的过程当中 一个瓶子应该是有两种性质 一种性质就是它原有的这种本体 就是室有存在的这个东西 然后它变成没有的过程当中 它要接近没有的无事法的这个 所以这样一来一个物体变成了 能起作用的有事法和不能起作用的无事法 有两种本体 再加上这样的本体变成义性 变成其他的法这是绝对不可能的 若法是有心 后再不应我 若法是有心 后再不应我 法若有异象 世事中不然 如果一个法它是有自性的话 然后后来变成没有 这种情况在这个世间当中 是绝对不可能有的 法是如果真的有一些异象 这个法变成到那一个法 或者说它的转移到另一个这种本体 这种情况绝对不可能有的 而这是龙猛菩萨的观点 我们讲中论的时候 对这个问题也是真正所细致的分析过 所以本来主法的本体绝对不可能存在的 如果是它的存在的话 那么最后它又毁灭 它又安住 这样的情况也是可以的 刚才我们分析的时候 知道主法首先是没有这个产生 既然没有产生的话 它的本体中间怎么会是存在呢 不可能有的 就是《摄弱诸法有自信》 诸佛舍为也应见 就是《大象妙力经》吧 那个经典里面就是讲的 如果诸法的本体真正是存在的话 那么佛陀和身为原家 他们是超越我们人类的慧言 这个慧言一定会召见 噢 瓶子的本体是这个样子 然后它完全会见得到的 但是诸佛身为原家 他们用智慧言来进行观照的时候 除了离一切西论的这种法界的光明以外 根本没有看到 我们看见的就是那样的 就是有形状的 有现实的 这样的本体绝对不可能看见的 更不会看见 我们对美色也好 我们对钱财也好 很多就像凡夫人所执著的那样 在这个事物的本体上 绝对不可能看见的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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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